哈囉 大家好 我是滴花 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107話全文情報 黑霧者海團要成為世界之王 與洛克斯一樣 相及是和魯夫一起對抗土星 或200站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第1107話標題 我一直在找你 封面中的讀者要求 羅河被撥在山上與雪豹一起打盾 章節從上一章結束的地方開始 在令人驚嘆的雙葉中 我們看到了聚兵海團的全部內容 歐伊摩和希卡這兩位 之前在愛妮艾斯大廳門口前面的巨人也在 他們和東莉部落基在一起 還有其他巨人 他們都在摧毀更多海軍軍艦 編人部透過望遠鏡看到東莉和部落基流著淚 畢竟他可是草帽團最喜歡巨人的人 他和納爾美、喬巴、羅賓在一起 我們可以看到有關於小花園故事的回顧版面 編人部說 我以為我們永遠不會在艾爾巴夫見到你們 尖陽1號將衝下懸崖 聖平能朝著索隆所在的地方飛去 索隆和陸基還在打架 陸基嘲笑索隆 說他這時候會拖累別人的 沒有索隆 他們就無法離開彈頭島 感覺這場對戰會潦草結束 因為之前說了 其實誰贏誰輸都對雙方不利 索隆一定不能輸 畢竟他不能與魯夫差太多 但如果陸基輸了 後面也很難有劇情 畢竟誰想看一直輸的人出場 所以平局可能更好 切到海軍中將 紅王 下巴很多的那個人 他的名字是參考 弦彈超人奧特曼 所以當時暗示圖 是在說這個才對 大約有30艘中小型船隻已經沉沒 所以紅王命令所有較小的船隻留下來 更大的戰艦將接近彈頭島 並向和平主義者開火 切到魯夫和玻璃 玻璃淚流滿面 魯夫問他為什麼哭 玻璃說 我一直在找你 妮卡 魯夫說 為什麼 我一直在你身邊 還有妮卡什麼 魯夫剛剛意識到貝加龐克受傷了 對土星一點憤怒 魯夫說 你怎麼敢傷害我的朋友 魯夫繼續說到 他看了玻璃的攻擊 但他非常的弱 玻璃要求魯夫向他展示真正的妮卡攻擊 土星用眼力攻擊魯夫 魯夫的頭被炸飛 但他頂住了攻擊 魯夫說 玻璃我會告訴你 他是如何運用的 這裡在之前說過 玻璃最後有可能在彈頭島與魯夫一起作戰 就看玻璃在這次教學中 會不會吸取更多妮卡的攻擊招式 魯夫使用黎明加特林 在一個死屍的版面中 魯夫多次擊打土星的臉 土星被打飛 撞到建築物 黃元向玻璃和貝加龐克發射了雷射光束 但相及是用腳擋住了雷射光束 黃元做出我們以前從未在他身上見到過的正經表情 黃元以前可是出了名的 假裝驚訝的王 這次應該是真的驚訝了 弗朗基也非常驚訝 弗朗基說 我簡直不敢相信 那是雷射光束嗎? 相及是說 愛比光更耀眼 黃元說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物理了 弗朗基 波寧 大雄和阿特拉斯先飛向海岸 貝加龐克知道後拒絕移動 根據他的醫學知識 如果他們現在移動他 他就會死 應該是在說 貝加龐克燒找 被土星刺穿身體的傷口 相及是和魯夫站起來阻止黃元 切到土星 他正從廢墟中走出來 突然有人出現在他面前 他們正是黑霧著海岸的成員 戴鵬和范奧卡 戴鵬震驚的看著土星 戴鵬說 我想知道那是什麼樣的力量 我從來沒有聽過 無老星會親自降臨地球的例子 戴鵬用手碰了土星的一條腿 土星非常生氣的看著他 戴鵬說 不管怎麼樣 我們讓事情變得更容易 任務完成了 土星說 你們為什麼在這裡 戴鵬 我從來沒有想過 Label 6可怕的罪犯會去於某人 戴鵬說 因為黑屋子很特別 土星說 還有黑屋子的血統 戴鵬驚訝地回說 喔 你已經知道了 土星說 你們這一群人一直都在做奇怪的動作 你們的目標到底什麼 戴鵬和范奧卡回答說 世界 這個答案與洛克斯的目標一樣 那就是洛克斯不是想當海賊王 而是世界之王 其實會有這個局面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黑屋子也是第一隻一組 最終對手可能不是紅髮或黑屋子 也許是那個第一隻一組的仇人 伊姆大人 土星攻擊他們 但范奧卡使用傳送果實能力 將戴鵬和他自己傳走了 戴鵬和范奧卡正前往他們的船上準備離開 但突然卡里布出現在他們面前 卡里布因為幸福而哭泣 就像巴托靠近魯夫的時候 卡里布有一個特殊的要求 卡里布說允許我見黑屋子一次 他是我的偶像 我想為他工作 因為他我才成為海賊 不熟劇情的幫大家科普一下 卡里布之前劇情就有提到過 他想見某個大人兩次 第一次在魚人島的時候 說了要給那位大人海王的資訊 第二次是在和之國 他說要告訴那位大人冥王的事情 所以之前說黑屋子可能獲得冥王這個推測 已經快要實現了 畢竟如果這條線路有用的話 那麼黑屋子就必定會拿到好處 十張最兇惡的戰線 配上十張最邪惡的 怎麼想都是絕配 本章結束下週不休刊 本話有很多可以分析的點 像是黑屋子的種族是什麼 拉菲特到底去哪裡 黑團要土星的分身幹嘛 到時候再分析給大家吧 我們下個情報見 掰掰